台灣人有多愛吃雞排 你知道不同部位的肌肉在口感、營養、用途上究竟有什麼樣子的差異嗎? 現在快跟著實力一起認識台灣的國民美食吧! 解剖肌肉各部位 雞翅占全肌圖體重比例的10% 由赤腿、赤中、赤肩三個部分所組成 一整隻包含三個部位的叫三節翅 去掉赤腿的成為二節翅 二節翅有的豐富的膠質與脂肪味道濃厚 赤腿因為脂肪含量比較少 跟二節翅比起來味道相對來說比較淡 肉質嚐起來比較像雞胸肉 這部位通常會被炸雞墊或者數十墊拿來作為炸雞翅 而雞腿占全肌圖體重比例的40% 由磅腿及上腿肉素組成 脂肪含量比雞胸肉多 而且味道比較香濃 非常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所以不論是素食店、便當店、團生夜鎚 或食品加工廠等 都喜歡拿它作為餐點的主食喔 雞胸占全肌圖體重比例的35% 雞胸肉脂肪含量低 肉質較澀而且無味 不過熱量也比較低 而雞胸肉的內層又有兩套特別暖嫩的部位 這就是雞肉中的鯉雞肉喔 而我們常吃的大雞排與香酥雞塊 就是用這個部位所支撐的 最後雞的其他部位 像雞心、雞針、雞爪、雞肝、雞脖子等 也都是台灣人喜愛的食用部位 我們除了可以在夜市的五味攤吃到它們外 各位毛孩子的飼料罐頭也都有它們在裡面喔 一隻雞可真的是從頭到腳一點都不剩呢 看完雞肉的部位後 我們再來看看你的垂顏的雞肉的一生吧 肉種雞腸以人工受精的方式 提供剛出生一天的肉儲給肉雞飼養場 白肉雞的飼養天數為35天 這時 活體重量只要達到1.8至2公斤即可上市 而傳統土雞的飼養則為10至16週不等 再來就是進入電宰場 第一步 現勤 有些屠宰場會先讓雞肢進入藍光室穩定雞肢情緒 第二步 抓雞吊掛 第三步 電擊 放水 第四步 燙毛 脫毛 第五步 切爪 不過有色雞是不切爪喔 第六步 滔鋼開腹 第七步 獸醫檢查圖體 第八步 冷卻 第九步 分切 加工 最後 就是包裝廚院了 台灣每年生產約50萬公噸的雞肉 相當於每年有28隻 哥吉拉重量的雞肉產出 台灣人究竟有多愛吃雞呢 任以15年 台灣人的平均消費量為31公斤 相當於吃緊一位小學生的重量 愛吃雞的台灣人 你今天吃雞排了嗎 大家今天請做都可以購買當時 我可以購買當時 我可以購買 雞排 我可以購買當時 或者是 我可以購買 我可以購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